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9日 欢迎收看万维短讯 我是Cherry 中国正在警邻台湾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 与此同时 台湾方面试射了地对空对海和反舰导弹 几天前发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再次强调 北京不会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 而这份白皮书发布仅一天后 美国便派遣一艘军舰穿行台湾海峡 中国海市局发布公告 7月26日至8月2日期间将东中国海舟山岛附近和南中国海东山岛海域附近举行军事演习 军事演习期间任何穿肢禁止止入 根据公告 军事演习已经开始 东中国海军事演习将持续至8月1日 南中国海军事演习则将持续至8月2日 台湾国防部表示 解放军的演习无助于两岸和平发展 更严重地破坏区域的安全与稳定 但台湾方面充分掌握台海周边海域和空域的动态 有能力维护台湾安全 确保区域稳定 另据自由时报报道 台湾军方7月29日清晨出动战机 模拟了一次对海上舰船目标的轰炸演习 报道说 台湾国防部为应对中国以辽宁号舰母为主的舰队攻击 派遣两架F-16战斗机 向把船发射了鱼叉反舰导弹 报道说 演练取得了成功 尽管自1949年内战结束以来已经分而置之 但是北京政府依然坚持认为 台湾是有待统一的中国领土 中国上周公布的国防白皮书强调 如果这个依然自我统治的海岛寻求独立 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予以挫败 这份白皮书发布一天后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 由南向北驶过台湾海峡 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国会对价值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亮起了绿灯 并威胁将对违规公司实施制裁 北京对此反应激烈 以上是今天万维短讯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